毒犯遇到警方盘查 想逃脱又大喊警察打人 那么事后想丢弃毒品当没事 但还是被抓到了 高雄就发生嫌犯拒捕 被园警控制之后 还趁乱把毒品丢水沟的事件 但最后警方集中生智 将他怪怪就带 警方发现嫌犯手拿针筒 怀疑吸毒立即上前逮捕 没想到嫌犯不但反抗 还高喊警察打人 嫌犯高分辈的呼天抢地 其实要掩饰接下来的动作 仔细看他忍不防从左腰间 掏出一包白色物体 趁乱就往水沟洞里丢起 嫌犯常毒拒捕 还将毒品丢进水沟洞 自以为没有被警方发现 眼尖远警早就发现他的轨迹 虽然毒品掉进狭小的洞口里 警方灵机一动 借来胶带绑在警棍上 把他黏出来 在压制的过程中 他因为手上还有持有两只 吸毒过的针筒 所以在压制的过程中 很容易造成远警的受伤 看到远警使出绝招 嫌犯也傻眼 黏出两包海洛因毒品 让45岁的张姓毒贩 哑口无言 乖乖认罪 记者冯武汉和柯成浩 高雄报道 是否需要 初级磊 跑了 电视频 立即